来换个话题调整一下心情 那在今天呢 韩红爱心祈福百人园江公益行动就正式启动了 那今天呢也是有很多的明星好友纷纷送上了祝福 那本来就是新疆人的佟丽亚呢 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为韩红壮情 祝福韩红姐爱心园江成功 祝韩红这次的爱心情动提案 我祝愿这次韩红爱心百人园江活动 去得园爱的成功 希望下次有机会 带着一块去写爱心 我们在你身边 加油 韩红多年来距离于爱心慈善事业 而这也影响了他身边的艺人朋友 每一次的行动中都会意外受到很多朋友的祝福 而青年演员佟丽亚更是特地从片场赶到发布会现场 利用西伯族固有的壮行方式 敬上麻麻酒支持好友韩红 我们家乡我们草原的民族 在家人演习的时候都会献上麻酒 让我们运出晚到成功 那今天我敬韩国姐一杯酒 这辈子最怕的事情 就是让我穿着裙子跳舞 这辈子最怕的事情就是喝酒 我谢 谢谢 此次韩红将带领一支 由医疗专家和各界爱心人士组成了百人沿江志愿者爱心团队 从北京出发奔赴新疆 为期20天行程4000多公里 作为新疆人的佟丽亚 在活动当天首秀新疆民歌送给即将启程的小伙伴们 并表示他可以抽时间加入此次沿江之旅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儿走到了伊犁 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儿孤里 天涯海角我要找到你 嗯 嗯 嗯